好 我來看一下 第六題 從鐵通第六題開始看 第六小題 第一題的第六小題 他說呢 根號2 根號2分之1 加根號4分之1 加根號8分之1 加根號4分之1 會等於多少 這一題其實不會很難 你要去相加的話 有一個東西 分數相加什麼東西要一樣才可以相加 這個其實都是分數啊 我怎麼樣可以相加 分母一樣沒有錯 反正他們分母一樣嗎 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通分 我可以用根號16去通分 那我想問你 根號2如果要變成根號16的話 上下要同成多少 根號多少 沒錯 根號8 好 可以嗎 然後這裡如果要 如果要通分的話 我上下可以同成多少 對 根號4 這個如果要通分的話 我上下可以同成多少 是不是根號2 然後這個最後就剩下根號16分之1 可以嗎 所以最後你的這一些的分母都是根號16 你就先寫 好不好 上面的話是不是4 是根號8 根號8請問4 多少 畫解出來 2 根號2 根號4是不是等於2 根號2等於多少 是不是2 根號2 然後再加1 所以來抬頭看一下喔 根號16不就是4嗎 然後這個加這個 根號像加黃子駿 比為什麼沒有在動 2 根號2加根號2 總共幾個根號2 是不是3 根號2 2加1是不是就是3 所以這一題其實沒有很難啊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觀念清楚其實就還蠻好 還蠻好去計算的 不會很難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7題 第7題呢 一樣 根號6要剪它 要剪它 這個應該要怎麼剪啊 首先 首先一定要先去畫剪 要有理畫 請你先有理畫 根號6 這裡如果要有理畫的話 上下是不是要同層與根號2 所以就變減2分之根號6 2分之根號6 後面的會不會看不清楚 把它放大一點 這裡要有理畫 上下要同層跟號2 2就跑出來了 然後根號3所以根號2就是根號6 然後這邊的話呢 要有理畫上下同層根號3 根號3 所以是不是會變成3分之根號6 可以嗎 那重點來啦 分數相加減什麼東西要一樣 分母 對啊 分母 這裡分母是2 這裡是3 那他們通分之後是不是變成是6 2跟3的最小公費數不是6嗎 那請你看一下 抬頭一下喔 如果我這邊是6 請你這邊也要6 因為約掉才會是根號6 很深 可不可以 這邊如果要變成6的話 是不是上下要同層於3 所以就會變6分之6分之3 根號6 可不可以 然後這邊如果要通分乘6 上下要同乘於2 所以就是減2根號6 所以最後這一體算出來就會是6分之6 根號3-5根號6 這樣可以嗎 欸 這裡是根號6 我寫錯了 這邊是根號6 所以是 所以這邊是6根號6-3 那最後就只剩下根號6 6分之根號6 來一下 來一下 不用 不用月吧 6根號6整個月 沒有辦法月啊 這一定是最簡 好嗎 好的話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第三題 我記得第三題 我好像講過類似的題目 在那個我們的講義 好 這兩個 它是不是相減 我們已經做到第三題 分數要相減 分數相減要維持一個觀念 就是什麼東西要一樣 這兩個分母有一樣嗎 這兩個分母有一樣嗎 這個是分數 這個也是分數 你不要管他們有根號 基本上分母不一樣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相加減 所以要讓他們分母一樣 就必須要怎樣 通分 對 要通分 通分最簡單就是兩個相乘啊 就是這裡要上下同乘與根號3加1 所以 看仔細喔 它乘與根號3加1 它也要乘與根號3加1 所以會變成根號3加1的平方 好嗎 然後減 這邊如果要通分的話 是不是上下同乘根號3-1 所以它乘與根號3-1 上面也要乘與根號3-1 所以就會變成根號3-1的平方 可不可以 所以請你觀察一下 請你觀察一下 A-VA加V 是不是等於 A平方-V平方 A是根號3 B是1 所以拿掉 3-1就是2 很簡單 好 再來處理上面 不要急著抄喔 上面這裡要展開 怎麼展開 這要怎麼展開 怎麼展開 A加V 公開 所以是用你的展開 整法公式啊 對不對 A平方加2AB加V平方 然後這裡展開來 是減掉什麼 a平方-2ab加b平方 可不可以? a要填的是√3,√3,√1,√3,然後這裡是√3,√3,√1,√1 等一下喔,寫的不是很清楚啦,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可以消掉的是3 2√3,√1就是√2√3,然後這裡是不是應該要放的是1 我好像寫錯了,這裡是1,所以是不是加1 可以嗎?然後這裡消掉是不是√3,√3 這裡不得證,所以是√2√3 這裡又是加1,所以√1 你就會發現這個都可以消掉 你最後留下來就是2√3加2√3是4√3除以2 2,約分 不可以 好,止距離 第四題,自己看一下,用上底加下底乘高數於2就好 這就是3,4,2,1,2,1,1,3,2,4,0 這就是4,5,1,2,2,3,2,1,2,3,0 感谢观看